飞机在跑道准备起飞 却仰起严重沙尘 国民党立委陈学胜在脸书po文 认为桃园机场的跑道该改善 没想到却遭到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抨击用去年的旧照炒议题 这次出包的这个南跑道是 马英九时代在2015年完工的 之后问题就很多 那我希望陈学胜委员可以加强监督 而不是把之前自己的监督责任都推卸掉 抨击来迎推卸责任 但陈学胜认为王浩宇此举模糊焦点 这回决定亲自摔队考察 那我们走勤务道路是这样子 认为市地下排水设备出了问题 才导致跑道会有阳城 喷江等状况 显然机场设备的更新势在必行 如果不改善的话 确实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些照片 一面在下雨天的时候 黄江都会漫出来 因为整个底下的排水都已经完全坏掉了 那这次看到整个改建的时候 从这个排水一路包括几配都做彻底的翻秀 我又问过他们说可以再撑几年 他说再撑个40年绝对没有问题 陈学胜在帮淘机公司喊话 请交通部提供必要协助 但王浩宇近日动作频频 每日一黑高雄市长韩国瑜 参选立委意愿浓厚 这回又挑上蓝营立委 隔空开火也让这场机场跑道之争 成了2020立委前哨战 欢迎新闻 陈明晏 徐国豪 桃园报道